在本视频中,您将学会如何使用球带中不同的球杆 首先,一根高尔夫球杆分成三个部分 握柄 杆身 和用来击球的杆头 第二,高尔夫球杆分为四大类 木杆 铁杆 挖起杆 和推杆 每一种球杆都有自己的特性 分别用在不同的场合 我们将会为您分别介绍 第一,木杆 木杆是您的球包中最长的球杆 木杆主要用来积远距离球 既可以用来开球,也可以在球道上使用 木杆又可以分为三个种类 开球木杆 球道木杆和混合木杆 如果您是初学者,我们建议您使用混合木杆或者球道木杆 这样比较容易上手 第二,铁杆 铁杆是整套球杆的核心组成部分 常用的铁杆包括5、6、7、8、9号铁杆和P铁杆 用于从75米P球杆的机球距离到170米5号球杆的机球距离的中距离机球 铁杆既可以用来开球,也可以在球道上使用 第三,挖旗杆 因为挖旗杆的杆面轻角大,它们往往被用来积近距离球入果岭 同时也可以借助挖旗杆的弹旗角将落入沙坑的球迹打出去 第四,推杆 推杆用来积打确定短距离的球 与其他球杆不同 用推杆时不需要大幅度挥杆 只需要摆动球杆 推杆常常用在果岭上,用来推球入洞 现在您就了解了所有不同类型的球杆 接下来就要在实际中使用它们了 接下来就要在实际中使用它们的造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